位于汤德璋纪念公园旁的国立台湾文学馆 是台湾第一座国家级的文学博物馆 也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国定古迹 落成于1916年的台湾文学馆 日治时期曾为台南州厅 后改为台南市政府 整栋建筑为砖砌构造 外墙以洗石子为主 两侧位塔的设计 呼应当时古典美学 改建为文学馆后 保留局部原建筑构造 透过原址展示 让民众凌视古今风貌 国立台湾文学馆 记录台湾数百年来的文学发展 具有收藏 与保存等功能 除了不定期的特展外 馆内有长设展 展示本土如名 课 课 原名 等多族群的文学风貌 并收藏当代文学家 议成各国语言的丰富著作 以及珍贵的作家手稿 珍姬 同时重现台湾新文学运动启蒙者 赖河的文学书房 穿过文学走廊 民众可前往阅览室 或儿童文学书房 享受各年龄层的阅读乐趣 来到一文气息浓厚的府城 切莫错过这座 蕴含丰富文学宝藏的殿堂